在雄壮的军歌声中 数千官兵整齐列阵 夏日的海滩惊奇招展歌声震天 第72集团军谋旅 一年一度的夏季大海训正式展开 我们的目标阵 海军组队 车火起飞 2021年度 游泳训练 现在开始 这次海训先翼后南 先轻装游泳 后武装球渡 全潮石 全天后 全员额展开 挖泳科目训练 官兵们以连排为单位依次下海 班与班之间保持一路纵队 奋力前游 游在最前面的是水星最好的战士 我的任务主要是为整个队伍开浪 把握好方向 把控好队形 减少海水队大家的阻力 让大家在游的时候减少体力消耗 挖泳科目训练海上往返3000米以上 比起体力耐力 更难的是在潮汐和风浪的影响下 要时刻保持队形 确保冲击海滩时一个也不标队 与赤壁挖泳相比 武装球渡训练实战性更强 训练强度也更大 官兵们不仅要身着迷彩服和全部战斗装具 还要携带近20斤重的武器装备 在今年的海巡中 有不少是入伍不久的新兵 与战友们并肩搏击风浪 带给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海巡初体验 刚开始下海之前感觉海浪有点大 心里有点小害怕 但是只要克服自己内心的小恐惧 再大的浪我也不会害怕 不脱一层皮哪来真本领 这是海巡场上官兵们常说的一句话 海水的咸色 海浪的翻涌 必将磨砺出他们面对风浪的信心和勇气 夜幕降临游泳训练照常进行 荧光棒发出的微弱光亮 不仅为官兵指引方向 还在寂静的海面上绽放出色彩斑斓的花朵 这样高强度昼夜连贯训练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官兵在恶劣的环境中 增强心理素质 提高全天候海上球渡训练水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